今日的娛樂CSI跟TVB無關 由於全城都是猜中誰是受害的女藝人 也有人在想誰是裸男 雖然是這樣 但永遠都沒有這個結果 這兩件事都交了法庭處理 亦都法庭頒布了禁制令 所以所有雜誌就算他知道是誰 他都不可以說出來 要說是疑似 所以其實這個討論都是沒有結果 不如講一下友善 這陣子友善在拍《我的怪談》 前一陣子都有怪事發生 今次要說的是女主持阿夢 原來她開始拍《怪談》之後 已經發現自己好像有邪靈跟著她 所以令到她這陣子精神彷彿 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我們一齊瑜伽 阿夢岑寶儀其實在這個無線 效力了非常之多年 大家都發覺她拍電視劇集 都是做這些Cara Fair的角色 就沒有什麼發揮 所以今年滿藥無線之後 她已經轉頭黃維基了 但黃維基的電視劇集 暫時還未開拍的 但黃維基就給了她非常之大的自由度 所以她就去了這個友善那裡 就跟楊思浩一起主持《怪談》 大家都知道在上兩個星期 其實《怪談》裡面 就請了很多參賽者 一起去到一些香港非常之出名的鬼地方 就去拍攝 其中一個參賽者 可能因為遇到邪靈的關係 所以突然之間反白眼 還要送去醫院那裡 其實每一次開買《怪談》的時候 都會傳出很多靈異事件 這次的靈異事件好像發生在阿夢身上 其實阿夢一直以來 就覺得做主持非常之有挑戰性 這次還可以跟楊思浩一起主持 她當然非常開心 不過她猜都猜不到 原來主持《怪談》真的很慘 因為監製要逼她去很多鬼地方 陰森恐怖 也要逼她一個人入鬼屋 還要拿著這個神主牌 所以每一次拍的時候 都已經嚇到阿夢哭了、喊了 而且她又見到身邊有很多的參賽者 好像鬼上身一樣 所以令到她非常之害怕 最近很多工作人員都見到她正常非常之彷彿 有一次記者就跟著她的時候 發現她跟一位女的幕後工作人員 去到咖啡室那裡聊天 不知道是不是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呢? 她跟這位工作人員所說 每一次拍完《怪談》之後回到家都不敢睡覺 每一次都要等到天亮的時候才睡得著 而且她每一次拍《怪談》的時候 當然是聽到一把男人叫她快點走 叫她不要再拍了 而且回到家也聽到有人叫她 所以她真的很害怕 她覺得邪靈跟著她回家 而且她說她試過一次拍《怪談》的時候 覺得自己有四個鬼圍著她 她真的非常之害怕 她說她那麼害怕都找了師傅幫她 她說師傅幫她靜身之後她都安心了些 也特別買了觀音旁信 希望可以買個安心 就這件事一班記者都有訪問過阿夢 阿夢之前經常都很開心 笑得很好 記者就說 今次跟她做訪問的時候 明顯看到她潮水了很多 阿夢說最近精神壓力很大 因為她不是很習慣做主持 也要做多點恐怖的事 所以令到她晚上真的睡得不好 她說經常都覺得自己有些事跟著她 那些記者就說 其實你會不會擔心自己是施失調 要不要看醫生呢 她就說暫時都還OK 她說有些師傅就給了一些寧符給她 她說現在買個安心 希望可以睡好一點 她說第一次做主持 她都不會想那麼快放棄 想繼續拍下去 她說每一次看到這麼恐怖的地方 自己都很怕有這些靈異事件發生 沒有那麼久 是時候白駐公投 拜拜 拜拜